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就是太诡异的 但是我们也曾经去过什么食人族 然后去过那个就是万人种 反正就是各种恐怖的地方 所以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很独立 哪里都不怕 我觉得我是 因为我自己爸爸妈妈是老师 那我们家三个女儿 那我爸爸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问过她说 你有没有遗憾 说你要不要一个儿子 但是我就是儿子那样的养 所以我从小就还蛮捣蛋的 然后不太会念书 但我姐姐非常优秀 所以这样的你知道 通常每个家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就搞得我要自立自强 我就是不听话 后来就开始环游世界 到加拿大念书完以后 就想应该要做点什么事 那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 可以脱离掌控 但是又可以环游世界 所以就回来就是 先考上国泰航空 我是弟姐 不是空姐 那个家勋是空姐 然后后来就考上了世界真奇妙 后来的绕地球跑 所以那时候其实听说爸爸妈妈是反对你进 这个传播圈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考上国泰航空的时候 我家住桃园 然后我爸爸妈妈在桃园农校教书 然后两个都是教了四十年以上 那当时我就选择在桃园 就是机场 然后每天就开一个小车去上班 那我妈妈爸爸也觉得说 这个是贝斯在香港 然后还算是蛮正当的一个 很好的职业 还不错的职业 然后薪水也还可以 后来一听说就是我的同事帮我报考 然后我竟然要去面试的时候 我妈就哭了 我妈就跟我讲 哭了 有这么严重吗 我妈哭了 然后我还记得 当作者不错啊 那个就是家庭开会的时候 就是几个人开会 然后我姐姐很早就到美国去了 然后我妈就说 这个演艺圈不能进啊 太危险了 你可能明天就失身了 然后你们好可爱 我心里在想说 我妈你也太抬及你的女儿了 你女儿长这样 就是我其实是 第一个是我爸爸说 你不用太担心 他会爱慰我妈 他说他考不上的 你看他个人那么小 长得又不好 然后其实就是还算小精灵了 就这样子 就是还算这个就是能干一点 那其他的别人 你看那个时候的主持人 什么白嘉丽啊 然后什么就是张晓燕啊什么 其实都各个都是极端优秀的 然后我们凭什么 又是素人 然后我们在前面两个主持人 就是梁吕珠跟柯之人 第一年就拿到金钟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爸就说 他考不上 你就让他去考吧 就没有想到 哦就是贝曲 我也差那么一点点就考上了 对 那贝曲后来怎么变成 这个正式主持人 他就不知道那个制作人是怎样 就是看上了谢家勋 跟另外一个美国回来的 一个就是很优秀的博士 那时候后来就是家勋 我记得他应该是到了印度 去出外机 第一场的时候 然后这个主持人呢 就跑到西班牙 西班牙有斗牛节 然后就是会放一堆 因为小牛出来跟大家一起斗一斗 然后结果导演就让他下去斗 其实是一定 就是游客都会讲完 然后他就是你 他后面追你就跑 但是小牛才长一点点脚 没有太大的危险 然后旁边有篱笆你可以翻 结果我们那个主持人 就不小心被撞到了 然后但是导演当时你知道 绕地球跑一向的座位 就是不顾主持人生死 就是那个年代你也不敢告他 继续拍 对 他就一直拍 然后拍完了以后 然后持续了几天的这个行程 回到台湾以后呢 这个主持人就 因为他是美国人 然后很重视这个人权 然后他就跟公司讲说 你当时没有带我去医院 然后你又不保护我 然后你还继续拍 所以我要告你 然后要告公司的时候 那公司就拍整段回来都不能用 然后当时就决定 那个时候第一集的成本就很高了 然后他就决定要 就是我换主持人 然后我是第一个备取 但是我备取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看我长得不怎样 然后我说你也不要看我 其实个小小 但是我有航空公司的背景 我是所有的人跟我都很熟 机场里里外外我都熟 你行李超重我来 然后你要飞机我来 你要干什么我来 然后我就讲了一道 对他还是被录取我 你知道 但是现在后来发现就是 我还是不错 吃苦耐劳的 对 这就是因为那个人受伤了 对 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绕着地球跑 有这个黑暗 我也不知道 黑暗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吃牛肉 我不吃牛肉 因为我感恩那只小牛 后来果然这个非常称职的主持人 然后你常常去旅行 三星旅行的路线 跟这个佳萱姐不一样 听说你是地狱级的 每一次都是要命行程 其实佳萱听到这个 应该会不高兴 因为他也去了很多落后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因为其实这个跟形象有关系了 当时他觉得两个人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会带一对 但是每一次出去都是只有四个人 然后一次出去大概要四十天左右 一个导演 一个摄影师 一个摄影助理 还有一个就是主持人 那这个主持人是要通包的 就包括这个就是所有的行程的安排 翻译整理 叫早请吃早饭 然后安排这个就是车子 跟每一段的行程跟飞机 突发情况也是你在 对啊 但是因为那三个人 其实平常来讲不讲英文的嘛 所以你到了这些地方以后 就必须你要做保姆做的事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都是我带大的 所以以前上 以前的外景节目的话 主持人就是要同包好多事情 同包 我们叫KoKoKi那些 而且每次出去四十天 四十天啊 而且没有礼拜六 没有礼拜天 每天都要拍日出 我也不知道他拍那么多日出 干什么 对啊 我说你倒着放就好了 日出就是日落 日落就是日出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他们那时候 每次就是出外景团的时候 那个制作人就会发通告 叫我们去采访 因为他们通常都不在 他很小的时候就跑我们节目了 他们每次回来的时候就会特别安排 就是两个人在的时间计诊会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就一直长年以来 都是这么短的头发 就是后来 现在了解 没有都没有长发 因为他都去那种没有人的地方 我其实去某些地方 是大概要七天十天 我没有地方洗澡 然后我没有地方洗头发 然后那时候我还近视眼 我大概有两百五十度近视 后来我发现出几次外景 这样不行你知道 然后我就把那个眼睛去雷射了 然后我的运气很好 碰一个很好的医生 到现在都不可以 但是你就知道不能够洗澡 然后不能够那个就是换洗 然后你要常常跟一堆土人 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是很紧张 尤其是全部都男人 只有你一个女生 还好我长得不男妇女 你知道吗 你这样没有危险 所以你是人生很难得 很棒的经历 我也觉得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好羡慕你 我认为你会认识 你会认识 我认识